中国那边有没有分阶级呢?中国人有没有看中这个阶级? 我今天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是很多网友就问我就是印度这边有没有种姓? 我是什么种姓?我们这里为什么有种姓呢?这些问题 我跟大家说一下种姓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印度教里面把人分他们的阶级的一个系统 种姓的阶级怎么分的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工作分的 就是跟神沟通的那些人就是变成婆罗门 打仗的那种的人,做官的那种的人就是变成拆裂了 还有农民啊,做生意的一点点的脑袋那些人就是费事了 还有一种就是出托马,他们没有能力就是打工给别人的 还有一种的就是贱民,人家还叫就是不可以碰的人 那些人做了印度教里面认为最不干净的工作 还有一些打仗输了的俘虏,那些也叫贱民啊 我知道,可能你们看过那个树就是,婆罗门是神的头上变出来的 还有车链呢,是神的锁上变出来的 还有威胁就是神的腿上变出来的 树的呢,神的脚上变出来的啊 树上那个是宗教故事的一个说法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树而已,都可以改,改的嘛 故事也可以变来变去的 我觉得就是以前打仗的时候,别的国家来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这里的人输了,那些人就来 rule我们的country 他们就觉得那么多人不可以杀全部嘛 他们就直接做,make a story OK,就是这种的神的那种的story嘛 他们就可以 rule那么多人 变了故事嘛,就是让人相信,就是我是神的脚上做出来的 我就是一辈子就是这样 我的小孩子也是就是脚上出来的嘛 一辈子就说脱上出来的可以神沟通 他们就是婆罗门了,最高了 Catria就是,他们就是一辈子就是这样子 小孩子,小孩子是小孩子,全是Catria 就是这样的,编一个故事了嘛 还有,这种的故事,如果相信了 人一辈子就觉得,我就是做鞋子嘛 我不可以变打仗的那个人,也不可以变婆罗门 他们就相信这个 别的国家的人,来管理我们的国家的人 就很简单了,他们一直都写这些故事 一直都让他们相信 就是我们印度教里面的相信嘛 一开始,种姓是按职业份的 后来呢,就是出生份的 爸爸就是一个做鞋子的 儿子也是鞋子的 如果婆罗门呢,他的小孩子也是婆罗门 Catria也是,就是出生份了嘛 这样子 种姓分的呢,很清楚 只有一样的这几个人才一起吃饭 一起喝水 结婚 拜拜 别的种姓不可以坐在一起啊 这种姓呢,已经3000多年了 还有这些职业越来越多了 种姓越来越复杂了 1947年,我们印度已经独立了 后来我们政府 非除了这个种姓制度 法律上已经非了这个种姓制度的 不过人的心灵还在 到现在都有 现在都快2022年了 印度这边种姓问题还严重吗 我们这边农村里面还是有一些人在乎这个事情 不过城市那边呢,不在乎的 他们就看人家有没有钱 他们就在乎这个 现在我们就可以到我们最开始的网友问的问题 他们问的是,我是什么种姓的 我从来没有说我是什么种姓的 我一直都说我是普通的印度人 我不在乎这个种姓 我觉得要做好好工作 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网友问我的 就是外国人来印度 他们算什么种姓的呢 他们呢,不是印度教的 就不用算什么种姓的 他们还是普通的,外国人啦 外国人就最多算是名义上的车子啊 不过真正的呢 如果要结婚就不可以 可以,朋友可以做 结婚啊,这些严格的事情就不可以哦 我已经答了关于种姓的问题哦 你们也要告诉我 中国那边有没有分阶级啊 有没有看得中这个阶级 今天就说到这啊 拜拜 我是蛮印度人 关注哦 每天7点半 我们的直播首饰啊 你们一定要来看看啊 不要忘记啊 谢谢,谢谢关注 谢谢关注 拜拜 拜拜 没有水幕 我还要什么东西 嗯 你要睡觉,我知道了 你要睡觉是不是 啊,你要睡觉 我一样,我也要睡觉哦 等一下,我们做完了这个视频 我们就起睡觉咯 好吗? 乖乖说 你好 喵 我是马铃 印度人 你是印度猫 你好 我是Lucy 印度猫 印度猫